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除了我们昨天所看到的60年的阿婆 阿婆蝴蝶兰之外呢 还有什么兰花在珍宝兰园这边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过来看不过要申请 好,我们先看来这一颗非常非常大的植株 这个是Intermedia 就是中间蝴蝶兰 你可以这样讲它 它就是两种品种互相交配下来的一种 的一种蝴蝶兰 那它的野外呢 是天然的交配品种 父母本其实是阿嬷 就是阿婆啦 菲律宾版的阿婆 去加上EQ所造成的结果 而这种蝴蝶兰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它的花的大小 就是在EQ跟阿婆的中间 所以它的花呢 大概就在这两个大小的中间 非常容易长高牙 或是长侧牙这一类型的形态 这一类型的高牙形态 它比较像是EQ 所以你可以看它这个 种满满的板子 都会非常的漂亮 种久了以后 它就会非常的大颗 当然 蝴蝶兰就是这样子 你要种得很漂亮 要种很久 对不对 好,这个你看它 它唇是红色的 基本上现在也有卖 唇是黄色的 像这一次去国际栏展那边 其实我买了一颗 它唇是黄色的 就是Intermedia黄唇的个体 大部分的唇都是这种颜色 就是红色的颜色 它就是用阿婆去交上EQ 这两个东西所产生的 在野外的时候 它们是天然的交配个体 是在人工会用人工的方式 去做交配 所产生出来的后代 你可以看这个花 它的植株真的是长得满满满 所以它的花就变得非常的多 它开花习性非常的好 而且比较偏夏天的时候开 主要是跟EQ的血统有很大的关系 EQ的血统是比较偏夏天的 所以造成它的开花习性 是比较偏夏天的形态 而它花期 它是一直开花的去花性的 基本上夏天开花习性的蛮好的 基本上市场上是这一类型的品种还蛮多的 而且变化性很大 它的花型花色的变化性蛮多的 所以如果想要收集的话 是它有还蛮多种个体可以收集的 在这个Intermedia这一类型的东西 它有非常多的形态 是可以做不同种来源 它开花形态不太一样 有些那个唇很红 有些是黄唇的 那有些那个叶片上有横线条或直线条 这个都跟交配型的父母本有很大的关系 好我们来再来看其他的兰花 好这个呢是很有名的品种之一 鹿角蝴蝶兰系列 有一个系列的兰花我们称为鹿角蝴蝶兰 它就是曼妮 这一棵是曼妮 那曼妮呢其实是原生种的蝴蝶兰之一 原产在那个印 从中国南方一直产到马来西亚这些区域吧 那它的形态变化非常多 好像泰国也有 这类型态非常的多 比较偏原生种的形态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的样子的形态 那它有很多的变异个体 有很多像黑曼妮 市场上曾经出现一阵子的那个黑曼妮 就是它的颜色是比较偏黑色的 那我们就称为 同样是曼妮这个品种 所以变成成为黑曼妮 我去查了一下下 这一类型的蝴蝶兰被发现的时间 其实非常非常的早 大概在18多少年的时候就被发现了 所以算是发现很早很早的蝴蝶兰的品系 冬天的时候减少水分浇水 然后促进它的花开起来 它会开得满满满都是 你像这一颗曼妮就开得满满满都是 所以它的开花性非常好 其实我朋友那边 我另外一个朋友那边 也有很多的曼妮在开 它去年进了一批的曼妮 非常漂亮 我觉得曼妮非常有质感 所以如果在市场上有看到 它有黄化的个体 就变成黄色的 整个叶子 整个花都是黄色的 还有那种特别粗壮的个体 所以你在选个体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到市场的时候 有看到的时候 多多少少可以看一下 而且曼妮通常它的价格 并不是非常的贵 黑曼妮比较贵 那一般野生的个体 或一般的形态的个体 并没有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可以在市场上找找看 有时候看得到 最近刚好也是它的开花季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到市场去看看 因为现在正式开花季了 你看开上梗跟下梗 非常的多 花满满满满满满满 当然它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优渥 所以种起来就长得非常的漂亮 基本上板子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 好西雷利亚蝴蝶兰 这个就不用讲了 我楼上满满都是 这两颗其实比较有趣 是因为它颜色完全是对比性的颜色 种在旁边 左边这颗是白色的 右边这颗是红色的 你可以知道两颗的差异性长在哪里 非常的有对比的感觉 形态完全不一样 所以西雷利亚还是有非常多的形态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出来 右边这颗是它比较圆的个体 左边那颗比较飘逸型的个体 谁能喜欢 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 像我这里有很多那种很奇妙的个体 就是它的形态完全长不一样 你有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有一颗 我们先看一下左边这个白色形态 我们看一下右后方有一个黄黄的 那个是初意的 西雷利亚那个就是业异版本的西雷利亚非常难重 基本上现在慢慢市场上好像有一些些的 不过还是属于非常少数的 你可以看花梗拉得非常长 西雷利亚有些花梗可以拉到一公尺以上 所以跟个体是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人特别把花梗做小一点点 那就短一点点不要那么长 像这个都是很长的花梗 当然很长的花梗开起来就很漂亮 有那种飘逸感 我们就觉得就飘在空中的感觉 那左边这个是比较偏白色的 右边是比较偏红色的 就是看你喜欢哪个颜色 还有更红的 更红的有点偏那种砖红色的红 还有偏的那种比较更红色的 那种红色非常非常红 差很多 那白色的呢 有分成那种蛋白跟粉白的颜色 其实它的这个变异形态 真的非常的多 如果有机会到市场上看一下 其实在这次国际栏展上 其实有些西雷利亚都有开了 所以其实在选花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那个花色会完全不一样 好 那这两年呢 是因为西雷利亚比较便宜 所以可以去收了 而后面这一颗是什么呢 这一颗也是西雷利亚 而且你没有看过的西雷利亚 初翼的西雷利亚 叶翼 叶子有特殊的颜色 通常是黄色的 或是那种其他的颜色的斑纹 那这种叶翼的蝴蝶 通常比较难中 你要装到这么大颗 需要花很长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 基本上我在前几年就有看过它了 它好久了好久了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那个 真的是很特别 好 现在西雷利亚会香 所以现在也是它 飘出香味的季节 天气热一点会比较好 最近几天天气会比较冷一些 所以它香味会锁起来 天气越热 它的香味会越明显 好 最后来介绍右边这一颗 这一颗是 很看很多很多花宝的 这颗是石塔基 蝴蝶兰 石塔基蝴蝶兰 是半夜蝴蝶兰的其中一种 黄色的石塔基 也在市场上最近 会慢慢的出现 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人家 已经有一大批准备要出现了 但是黄色的石塔基有一个缺点 它很难种 基本上有种过 你都会知道 黄色的石塔基 它种的难易程度 其实有一点难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容易出问题 很容易烂头烂心 这个是这种石塔基的 很大的特色之一 白色的真的是比较好种 黄色的难种 很多很多 我种了好几颗 死了好几颗 基本上每年都会死 每年都会死 对 就活不了 有些的黄色很香 有些黄色的个体 很香 但是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它的抗病性 非常的糟糕 你看这个一颗 全部都花包 老板有说 这一颗 这个个体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它的包 花包打不开 你看到那几颗打开 是用手工人工 把它打开的 它那个花包的最前端的地方会黏在一起 所以打不开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个体的问题 它说开好几年都这样子了 就是它那个花包的前端会黏住 所以打不开 所以它就没办法展开来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 所以这颗算是一个失败作品 因为它打不开 其实它在野外 其实就没办法受粉 不过开的非常非常多 你看那个花梗树 开这么多 非常的夸张 那基本上如果你在环境很好的地方 你就可以种成这样子 因为这里是种一个 算是一个清本区 它上面是有那个隧道的 所以它的温度跟湿度 可以保持在很好的状态下 所以就可以种得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颜色 非常的漂亮 黄色石塔基 就是石塔基蝴蝶兰中的 其中一种变异型个体 过一阵子我觉得市场上会出现一个量 但是真的是不是很好中 好感谢各位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